老驾一路 中华武术,门派繁多,各有其常,无所不惊 虽说门派繁多,则归大起来不外乎内外两家 二者虽练习方法不同,但练到高级阶段时是一脉相成的 外家拳开始练习,是由钢先着手,内家拳是先从柔着手 成功的标准皆是钢柔相继,缺一不可 古人曰,偏其钢则催其筋骨 若偏其柔,则无济实用,唯有钢柔相继者,才能达到强身健体,济机应用之目的 演练此套路要求缓慢柔和,培养元气 气骨荡于皮,护其筋鸡,才不至于损伤身体 使而慢,机而快,以意倒气,气不周身,气不动,行事既然不动 气一动,行事随气而动,达到上下相随,连连贯串,不丢不顶,圆转自如,内外兼修 发迹时,尽起于脚跟,行于腿,主宰于腰,达于四梢 其功防含义存乎于每朝每世之中 精神灵起,亦在全仙活活活活活活活一气贯通 练全时,要求虚实变幻,无人当有人 指则如静月,动则如闪电 静断意不断,意断事相连 清灵提起,慢探落地 一身背武功,持章尽全妙 清灵提起,慢探落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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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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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